大家好 我剛剛在《老窩萬象》回來的 今次是出席東盟經貿部長的會議 今次的收獲都比較多 因為今次意義上都非常重要 首次是香港和東盟十國經貿部長有一次的會議 是商討我們的東盟香港的自貿協議 也是能夠適合的機會 可以在我們的自貿協議方面更加推遲 以及盡快完成 今次我們開這個部長級會議是非常之成功 十國的部長都是同意指示他們的同事 即是我們的談判的專家 是盡快去完成香港東盟的自貿協議的談判 務求在今年即2016年完成整個的談判 大家知道有十個國家他們和香港去探討很廣闊的範疇的這些議題 是相當不簡單的 所以這裏我也要多謝我們公貿處的同事 在以往的三年在這個談判過程裏面 充分和十個國家緊密的合作有今天的成果 其實大家看回東盟是我們除了內地是第一大 我們經濟的貿易夥伴 東盟是我們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和東盟兩個地區和國家 即是中國和加上東盟十國加上的人口去到二十億 它的經濟的總產值去到十一萬億美元 所以大家看到這兩個很重要的 即是我們在SEPA和如果東盟簽署了這個 這個節貿協議對我們香港的商機是開拓了一個很好的前景 所以我們都是很積極地去探討這一次的 和東盟的經貿部長這一次去談我們這個進程 也都他們對香港是非常之重視 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方面 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 東盟是很重要的基地 所以這次我利用這個時間 和多個國家的經貿部長進行雙邊的會議 也有探訪到香港看老窩的香港人 和當地的一些商會 所以這次的成果都是非常之好 我想說今天我們是收到DBC 它是退還數碼聲音廣播牌照的申請 我們當然對於它這個申請是表示軟息 也都我們明白這個是商業的決定來的 我們先說一些在數碼聲音廣播的背景先 數碼聲音廣播其實在1990年代開始 已經是有很多我們的廣播機構進行技術的一些測試 是探討在數碼聲音廣播方面的發展的 去到2009年我們看到很多的其他的國家和地方 都是分別推行數碼聲音廣播 也都當時鴻圖廣播 即是我們現在的DBC的前身 也都申請臨時的許可 去進行有關的技術的測試 當時我們因應市場的要求 在2010年宣佈我們會歡迎有關的機構進行申請 亦都有關這些廣播機構 進行商業的評估之後 進行有關這些申請的手續 而是發牌出來的 那麼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政府亦都是予以很多的支援 例如我們透過香港電台 是在這些發射站方面的投資 都是相當的 那麼我們這裡是有七個的主要的發射站 還有在鑽石山 再加上去年有兩個補典站之後的建設之後 其實那個覆蓋率已經達到百分之八十年了 所以其實都有相當的 在這方面 港台的投資去到九百萬 那麼推廣方面 其實政府在2012年開始 2012年的年初 2013年的年底 到2016年 今年的上半年 大家都見到 在這方面政府做很多宣傳工作 短片 或者大家都見到 政府是盡量去宣傳這個 新科技的 這個廣播的技術的電台 我先講完那個背景好不好 那麼這方面 其實政府也都花了八百五十萬的 除此之外 大家也都見到 政府的隧道裏面 十一個隧道 是這些數碼的轉播的設施 是花了四千六百萬 去興建這些轉播的設施 我們也都在這段期間裏面 以及引進汽車的這些商人 也都解釋一下 希望盡量大家吸納一些新的科技 雖然是這樣 我們都要看回市場方面 譬如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聽眾 他們的習慣是怎樣 如果你對比數碼聲音廣播 和數碼的地面電視廣播 其實大家 看到市場可能有一個反應是不同的 所以去年我們都見到 在鳳凰幽月電台 它經營有困難 亦都申請退還這個牌照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要看一看 我們要檢視一下現在的環境 看看聽眾現在的情況 這個數碼電視 數碼電台的服務的發展 還有外國方面的經驗 做了一個檢圖 What is the message from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You think behind this meeting Sorry What do you think the big message is behind this meeting Sorry I cannot hear what you think What is the message behind the Philippine You know for this meeting Okay we're going back to the ASEAN The ASEAN-Hong Kong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Your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rea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What do you think the point of this visit is The point of the visit The point of the visit The point of the visit is to to explore the and to study the progress of the three-trade agreement between Hong Kong and ASEAN Your question is Specically about the reaction of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I'm very pleased to tell you that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is fully behind Completing the free-trade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ASEAN-Hong Kong FTA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so our negotiator Our negotiator has been given the mandate to push full steam ahead And this would be of great benefit To Hong Kong And also to the 10 ASEAN members Is this visit a high smoke between the planes that It is for sure It breaks through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Hong Kong is invited In the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And this is actually a breakthrough I'm very pleased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meeting And it was very fruitful And we got a lot of support From all 10 ASEAN states Thank you 其實我們推這個數碼廣播 聲音廣播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們的政策 就不是說是會去結束了 模擬聲音廣播的 是大家互保的 這個在一早我們推這個政策 或者接受申請的時候 已經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不會說 或者它不會是強迫我們的市民 一定要聽數碼聲音廣播 而不可以聽FM 這個我們都 我們認為香港的市民 都不是這樣的要求 但是這樣看來的情況 其實是不是真的說 鐵座方面 是否真的說 鐵座方面 不可以鐵座 或者鐵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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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都說了 我們花了很多資源 在發射方面 和引進這些器材方面 和我們有關的電器箱 和汽車的供應商 都說了希望我們盡量利用這個科技 亦都在推廣方面 我們做了很多工作 在發射方面 在政府隧道方面 我們用了我們的資源 去興建這些設施 其實我們用了很大量的資源 所以我們都要檢視整體市場發展 我們都要尊重香港市民 他認為他喜歡接收這些廣播的方式 謝謝各位 謝謝